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大家都喜欢吗 第一位 女版迷恋不知道各位火影迷 看见第一位是不是觉得有点眼熟呢 其实呢 这位角色本体是迷恋 只不过是女版迷恋 迷恋呢 本来就是配音天道 变成女生后的迷恋 被制造成天道后和以前的相差不大 但是呢 这位女版迷恋 羞红的脸蛋看起来十分清纯可爱 一点也没有以前的严肃感 你们觉得呢 第二位 雏田第二位呢 就是我们的太子妃雏田吧 雏田呢 是木叶人分的颜值代表 身材上也是堪比刚手的存在 如果雏田也变成配音 那将会是下面这个样子 可以说十分辣眼睛的鼻子上插入了几根黑帮 原本的白眼呢 也消失不见 而是变成了特殊的紫黑色眼睛 看来白眼和轮回眼融合会 形成新的眼睛 但具体能力就不知道了 你们觉得配音版的抽天有什么特殊能力呢 第三位 小英小英呢 是火影里面的女主角 有着极高的颜值 是不少火影迷心中的女神 来看看下面这张照片 小英被制造成配音 原本的粉色头发也变成橙色 鼻子和下巴都差有黑帮 看来是被制造成配音天道 轮回眼看起来十分炫酷 毫无违格感 变成配音天道后的小英 实力肯定不弱 如果小英长成这样 你们还喜欢吗 第四位 景也第四位呢 就是景也了 作为木叶十二人中的另外一位女生 景也的颜值和身材上都十分好 后期更是让人惊艳 下面这张照片里的景也被制造成配音 耳朵上插满了黑帮 金黄色的长发变橙色 身穿小组织的衣服 是美如画的存在 从造型来看 你们能看出这是配音六道中的哪一位吗 看景也手上正在接力 究竟在使用哪种轮回眼忍触呢 你们知道吗 第五位 钢手最后一位呢 就是钢手公主了 作为木叶五代活影 有着忍界第一的上位身材 掌握百豪之术 能够保持年轻火辣的身材和漂亮的外貌 来看看下面钢手被制造配音的照片 钢手穿上了小的长袍 头上和身上都插有黑帮 正在被修罗道操纵 看起来十分让人心疼 最让人心疼的 其实更是钢手那缩水的身材 看来那一根黑棒把钢手的身材给捅破了 才会这样作水吧 你们说对吗 各位火影迷 你们觉得哪一位美女 被制造成配音后最好看 哪一位毫无违和感 不妨评论留言 喜欢的请点赞收藏走一波 最好看 多一回 感谢观看